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和大家看一單大陸新聞 這單新聞幾得意,為什麼說幾得意呢? 因為它是一單算命詐騙 那怎樣算命詐騙法呢? 原來上海大師竟然收了很多錢 跟著是和他算命 算什麼都準,家裡有什麼人都知道了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來是有貼身的善人報料給大師知 我們看看這個新聞怎麼說 根據大陸發自日報報道 上海市公安局新聞發佈會 發佈了一個算命改運的網路詐騙案的細節 一共抓了犯罪嫌疑人25名 涉案金額千多萬人民幣 而這個破案線作來自今年6月初 一個市民胡女士在女兒陪同下 去到上海市公安局 那一道報案就說自己 被所謂的風水大師握走了35800元 那這個胡女士就說到 她的好朋友楊小姐是一間美容院的經理 就跟她推薦一個頗有威望性孫的風水大師 就自己在大師的幫助之下順風順水很多 就安排胡女士跟孫大師見面 無想到第一次算命 孫大師不單止對她的女兒的學習 工作算到絲毫不差 甚至乎指出 胡女士不懂理財 還預告她說 在2025年有一場好嚴重的疾病 胡女士就覺得她好神準 同大師確定了價格45800元的改運方案之後 由於餘額不足 她只是現場轉了35800元給大師 大師就講到必須存額付款 先可以幫她司法化解 同同就會給一個作國法的平安符給她 同時提醒她天機不可洩露 胡女士將情況告訴女兒 女兒竟然帶她一起報警 警方展開專案組去調查 竟然一查發現有37間美容院 存在向風水大師推薦客戶行為 又查出一個46歲的被害人何女士 她亦都在美容美髮店店長前經理的介紹下 就認識了孫大師 亦都是連何女士曾經患有某一種苦科疾病都可以準確算出來 而何女士先後竟然就向孫大師支付了453萬人民幣的改運費 警方亦都查出了 就說所有被害人都跟自己的美容美髮店 是存在兩年到八年時間 一個比較長的服務關係 或者是跟店長或者工作人員形成了一定的友情 相關的涉案人員在長期的服務過程中 掌握了被害人的身份、健康、家庭等等的私密訊息 事先提供給孫大師 所以才可以實現到所謂的精準算命 而警方亦都是兵分多勞 在全市捉到五個核心詐騙團隊的成員 同二十個引流團隊成員 就查出了程某某聯同孫某四個人 成立了命理諮詢工作室 為客戶提供算命改運 費用最少一萬元人民幣 而勝章這個男人負責組織引流人員培訓 而前某某、秦某某用五十%高額提成 去招攬美容美髮店店長和員工加入 然後在他們拿到客人個人資訊 然後一人一份資料提供給孫大師 就給他方便精準詐騙 甚至乎給詐騙目標金額的收費預算 目前程某某、孫某、前某某、秦某某、 四個疑犯已經是因為涉嫌詐騙罪 被人當場拘捕 而另外二十一個犯罪嫌疑人 亦都混了入小坑屋 這集亦都是同大家看了一個 和詐騙相關的事件 其實這類的神棍是非常之多的 好多的屬人都有一個 黑吃黑的事件發生的 即是說把你的個人資訊全部暴露給人聽 然後作一個局去叫做詐騙你 或者幫你改運 很容易中招的 這一種這樣的情況 針對有錢人來說 他們的中招機率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只要你說得出他們私密的事件 基本上都會中招的 所以大家小心啦 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